暗黑破壞神作為九副盛名的刷刷刷遊戲, 其劇情壹直趨於次要的地位。 作為壹個能動手絕不避避的大刷子, 我只關心三件事情, 要打誰,去哪打,他叫什麽。 但暗黑出了這麽多作品, 時間跨度也有16年的時光了, 趁著不朽以及接下來即將發售的四代, 我們壹起來看壹下整個暗黑的劇情到底在講述什麽。 我先把整個劇情的時間軸列在下方, 這是我們劇情講解的關鍵點, 有壹些劇情是遊戲開始前的, 有壹些劇情是遊戲開始後的, 我會根據其重要性進行壹定程度的詳略說明。 每個時間點裏對應了哪壹部遊戲, 我也列在下面了, 方便玩過的跟沒玩過的小夥伴, 都能夠形成有效的理解。 參考的書籍是三本主要的設計集, 凱恩之書、泰瑞爾之書以及愛德莉亞之書, 這三本書都不錯, 感興趣的自己可以收藏壹下。 好,那我們直接進入到正題。 《創世之初》 就如同所有的創世紀壹般, 最初的世界是在壹片混沌之中, 無光亦無暗。 但在混沌之中有壹個特殊的物質居於其中, 暗黑的世界裏是被稱為完美珍珠的物品。 珍珠是壹個陪胎, 裏面孕育了最初並且是唯壹的神器——阿奴。 阿奴的身體構成並非是血肉, 而是美妙的鑽石, 只不過這些鑽石有著善與惡, 光與暗, 物質與神秘, 歡樂與悲傷, 永遠由兩個方面租建而成。 為了追求完美, 阿奴拋棄掉了身體裏純真的壹面, 把負面與黑暗的因素都排出體外。 這些負面的內容不會因為拋出而消失, 它們只會重新聚集,生成新的邪惡。 塔薩麥特是邪惡的龍, 擁有七個巨大的頭顱, 上三下四從口中噴射出黑暗與死亡。 阿奴與邪龍都無法離開這個珍珠, 因此兩者必無可避的總會相遇, 並且互相搏殺。 正義與邪惡, 光明與黑暗是這個世間永遠無法避免的爭鬥。 這種爭鬥最後也體現在人類身上。 比如你在沃桑的小教堂裏, 看到薩卡蘭姆教會裏對光與暗的兩者的描述。 它們承認恐懼, 因為沒了恐懼, 人們就會失去堅守任何寶貴事物的信念。 它們也承認聖光, 只有虔誠信仰才會讓內心的光芒, 驅散黑暗, 整個暗黑的世界其實就是光與暗的爭鬥。 阿奴與邪龍是, 後面的天使與惡魔也是。 阿奴與邪龍在最初的珍珠裏爭鬥了幾億年, 終究是不分勝負, 最後兩人都厭惡了爭鬥, 決定釋放所有的力量而生死壹搏。 在這壹次的對波裏發生了巨大的爆炸, 而在爆炸裏, 惡魔、天使與人類生存的宇宙就此誕生。 任何的文明都是在吃屍起, 也就是啃食上壹個文明的知識與技術的過程。 阿奴與邪龍的對波造成了兩者的同時死亡, 但同樣也給了這個宇宙遺留下了巨大的寶藏。 阿奴之眼壹個巨大的寶石,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世界之詩。 雖然叫做野, 但是世界之詩並不是真的阿奴眼睛所演化的, 更有可能是他的心臟。 正所謂天地衣食清氣生騰而濁氣下沉。 作為清氣的阿奴的軀殼向上漂浮化為了高階天堂, 邪龍的軀鞘向下沉淪化為了烈焰地獄, 阿奴的脊椎成為了天使誕生的溫長, 而邪龍的血肉化為了惡魔孵化的搖籃。 在眾多的天使裏有五位大天使, 他們是阿奴優秀品質的具象化, 分別代表了勇氣、正義、希望、命運與智慧。 當然名字都挺難記的,大家看圖就行, 後面我們會單獨去說, 在眾多的惡魔裏也有七位邪惡的首領, 他們是邪龍的七個頭顱掉落而生的力量, 上三頭為魔神,下四頭為魔王。 魔神與魔王並非是一個從屬關係, 兩者是平等的地位。 天使採用的是意會制, 大天使在天使會議上通過投票來決定接下來的事物。 而惡魔們則更多的是實力與利益, 地獄之間的各位惡魔首領也會偶爾互相攻擊, 佔領其他人的地盤, 但兄弟欺於強,而外欺其路。 雖然惡魔偶爾見喜,但是他們仍舊已知對外。 阿努與邪龍的死亡沒有給這個世界帶來和平, 他們的戰爭由他們演化的造物再次實行。 暗黑的世界一直是一個輪迴, 和平是瞬間的,戰爭才是永恆的。 永恆之戰 天使與惡魔的永恆爭鬥來自於誰才有資格保留阿努的遺產, 也就是世界之時的所有權。 世界之時我們在暗黑2的最後可以看到它的外貌, 星紅如雪夜遍布, 璀璨如夜空繁星, 巨大如旋轉山巅。 世界之時的本質是一個上古神器, 擁有它的勢力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現實, 創造生命甚至是新的世界。 天使希望通過它創造一個秩序完美的世界, 惡魔希望通過它創造一個湮滅壹切的世界。 兩者的根本訴求完全不在壹個頻道, 談是不可能談了,於是只能打。 這壹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被稱為了永恆之戰。 遊戲裏之所以我們沒有看到天使與惡魔的爭鬥, 是在於他們戰鬥的地方並不在人類所生活的世界, 而是在庇護之地外, 另壹個未面的世界裏。 在之後的冒險裏, 我們其實不論是炙熱的烈焰地獄, 還是光明的高階天堂, 我們其實都有去過。 遊戲也證明了這些世界是真實存在著的。 這場永恆之戰的中心戰場, 便是在世界之石的所在之地。 天使與惡魔圍繞這個寶石互相爭鬥, 偶爾天使站上風, 偶爾惡魔站上風。 為了把世界之石站為己有, 大天使泰瑞爾下令在其周圍建立了壹座堡壘, 命名為群魔堡壘。 這個堡壘的特點是, 他在反覆壹手期間,天使與惡魔都對其進行了建築擴張, 從而造成了堡壘, 同時彰顯出來了高階天堂與第一烈焰的兩種建築風格。 在《暗黑2》裏, 凱恩也通過傳送門壹同進入到群魔堡壘, 具體的風格大家可以自己看壹看。 永恆之戰顧名思義就是總也打不完, 天使與惡魔都樂在其中, 畢竟殺戮是正義與邪惡都認可的行為。 但就如同阿努與邪龍, 他們決戰的最後是因為厭倦了。 同樣在永恆之戰裏也有著厭惡戰爭的生命, 伊納瑞絲便是其中之壹, 她是大天使泰培爾手下的壹名較高階的天使, 對戰爭的厭惡讓她想要脫離其中, 尋找壹個可以安詳度日的世外桃源。 但這個世界的壹切都在天使與惡魔的地盤裏, 於是伊納瑞絲想到了壹個絕妙的招數——盜取世界之師。 但這樣大膽的想法, 不可能只依靠她壹個人實行, 所以她開始尋找壹群與她壹同厭惡戰爭的夥伴, 這裏面不僅僅包含了天使還有著對應的惡魔, 而女惡魔莉莉絲便是其中之壹。 雖然沒有明說, 但最終盜取世界之師的計劃成功了, 伊納瑞絲等人成功借用了神使的力量, 創造出來壹個新的, 沒有被天使與惡魔發現的世界——庇護之地, 也就是遊戲裏那些人類居住的世界。 庇護之地的特點是, 不是由單一的神或者魔創造出來的世界, 而是由神與魔壹同創建的世界。 所以必然住進了人類的情感不可能簡單而純粹, 它壹定是複雜的, 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 但這並不代表純粹就高於矛盾, 往往有可能是矛盾大於純粹, 畢竟這個世界產生自矛盾的混沌, 盜走了世界之石, 從而導致著永恒之戰的懵逼。 天使與惡魔發現爭奪的核心不見了, 這不是抓瞎了嗎? 所以永恒之戰的重點從此刻開始發生了變化, 不再是爭奪了, 而是開始尋找世界之石究竟去了哪裏。 遊戲裏之所以各個大天使與大惡魔這麽閒, 居然沒有在打架的原因就在於此。 庇護之地 利用了世界之石創造出來的新世界——庇護之地, 最初的開始是亞特類山。 從此世界之石的所在之地便停留在此。 在暗黑二裏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壹個大惡魔巴爾帶領著自己的手下, 進攻亞特瑞山的堡壘。 守護在此地的人類是我們在遊戲裏最常見的野蠻人。 庇護之地被創建出來之後, 逃入此地的判決的天使與惡魔們, 開始泛寶斯淫慾。 天使的伊納瑞斯與惡魔的莉莉斯成為了第一隊臉人。 在上行下效的必然中,其他的天使與惡魔也兩兩配對, 各自生產, 沒有生殖隔離估計是阿奴最大的敗筆。 這群同時具備了天使與惡魔血脈的生命被稱作了奈飛天。 這也就是我們遊戲裏人類的先祖, 他們也被稱為了上古之人。 對奈飛天的描述在凱恩之樹裏有一段有趣的話, 我們便是兩者誕生下來的子嗣奈飛天,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惡魔, 又是全新的實體。 我們既身負雙親血脈, 讓他們倍加戀愛, 又與其截然不同, 令他們畏懼不已。 我們與父母之間的關係, 便在愛與恐懼之間搖擺不定。 這段描述還是很精準的, 上古的慘案其實就是父母與子嗣, 也就是天使惡魔們與奈飛天之間的關係的爭鬥。 最一開始誕生出來的奈飛天, 是一群勇於開闊、渴求知識的人。 他們與父母不同, 他們喜歡在自己的世界庇護之地冒險、游走, 從而發展出來諸多的知識與理念。 許多遊戲裏我們操作出來的職業, 其實都是從奈飛天開始發展出來的, 比如說野蠻人、德魯伊、死靈法師等等。 混種的奈飛天一邊探索世界的奧秘, 一邊探索自身的力量。 而這種探索力量的展現, 讓他們的父母、叛傑的天使惡魔們憂心忡忡。 因為他們害怕自己的子嗣玩的太嗨了, 直接打開某個通向外面的通道, 然後被外面的世界天使與惡魔們知曉, 庇護之地的存在。 對判決的他們而言, 這是大罪是滅影之災。 是保孩子還是保大人的兩難選擇力, 大部分的判決者選擇了保大人、滅孩子。 但作為人類的最初之母的莉莉絲, 則做出了另一個選擇, 保孩子、滅大人。 大清洗 大清洗是莉莉絲最瘋狂的殺戮, 她改變了自己的外貌, 化為了前所未見的恐怖模樣, 生出了尖牙利爪, 崩死長刃, 也就是我們在暗黑死的宣傳面裏看到的模樣, 然後開始獵殺自己的便捷同胞, 而且殺得乾乾淨淨壹個不留。 當然凱恩之書是這麽說的, 這本書壹直都是以凱恩的認知結果為判斷, 後面爆選要是弄出來個便捷者大軍傻的,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總之按照書來說, 最後的庇護之地只留下了最初的兩個天使惡魔, 父親伊娜瑞絲與母親莉莉絲。 伊娜瑞絲在還沒有反應過來前, 莉莉絲就血染了所有人, 獨自面對她的丈夫。 伊娜瑞絲雖然大為震驚, 而後勃然大怒, 但是仍舊不忍殺害莉莉絲, 只是把她逐出了庇護之地。 至於逐出後的莉莉絲去了哪裏生活了, 故事並沒有交代。 但是從暗黑死的宣傳篇裏, 引回母親的影片裏,我們可以看出莉莉絲活的還是挺好的。 驅逐了莉莉絲的伊娜瑞絲, 調和了世界知識, 讓奈菲天的力量逐漸削弱, 而後她也開始銷聲匿跡了。 我吐個槽哈, 你這湯妙的明明有辦法通過世界知識調整力量, 那你早點幹不就行了嗎? 非等人死絕了才想起來。 此後奈菲天的力量壹代不如壹代, 而作為他們後裔的我們凡人對於遠古的力量早已遺忘, 除了偶爾有幾個人知曉奈菲天的力量還鑄藏在心中外, 人類早已沒有了特殊的力量了。 武俠裏把激活這種力量叫做打通任毒爾麥, 日本動漫裏把這種力量叫做中二病。 這個世界沒了肉眼可見的神, 於是人類開始進入到自己的信仰與紛爭時代。 文明之初 這個文明自然是指在人類的文明啟蒙, 而不是天使與惡魔的。 暗黑的世界裏之所以有許多地獄灰根直接壞溝, 其實也是從此時開始的。 比如說德魯伊的群體在此時進入到東部大陸的索格倫森林, 是因為最初的德魯伊奈菲天在這裏, 其他人追隨著他而已。 有壹些常見的職業比如說戰士, 王法師等等, 他們則融入到了普通人類的生活環境裏, 形成了各自的宗教或者是王國。 總之在那個時代, 人類發展出了兩套迥異的世界觀, 神秘主義與信仰體系。 所謂的神秘主義就是我們人類不追求神與魔, 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理解大自然, 理解世界的規律的運行。 而所謂信仰體系是說, 人類永遠無法依靠自己來通透這個世界的真理, 神與魔的本身就是更高層級的真理, 我們祈禱,跪拜它們。 人們不需要進行過多的思考, 跟我們現實世界壹樣對不對? 神秘主義更多的是指代科學, 信仰體系更多的是代表宗教。 只不過在暗黑裏, 神秘主義是超科學的。 信仰體系人家是真的有神與魔的。 如果我們這個世界裏證明了上帝的存在, 很有可能絕大部分人會放棄科學, 跪拜神明。 其實世界觀是只要有壹丟丟的變化, 就能讓壹個人甚至是壹群人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凱恩對兩個世界觀的體現有壹段較為精準的回覆, 親愛的讀者, 這些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 就是人類存在意義的核心, 它對我們的歷史造成了不可逆的深遠影響。 而我也相信,只要人類還存在於天地之間, 這樣的鬥爭就不會停息。 伊納瑞斯的消失, 莉莉斯的流放, 以及外界的天使與惡魔還不知道此處死。 此時的庇護之地正是文明噴勃的時代, 所有的人們與國家都夜夜生灰, 仿若每個人都有光明的未來。 但做死也是人類的本性, 尤其是有能力的人做起死來, 那就是更加肆無忌憚了。 法師部落裏的壹個群落, 通過了召喚術而打開了庇護之地與地獄的通道, 從而召喚出來壹個惡魔。 這群法師欣喜自己又掌握了這個世界新的力量與知識, 於是壹邊瞞著其他的法師部落, 壹邊自己獨享地獄知識的力量。 勝利會沖昏人類的頭腦, 他們會折磨召喚而來的惡魔, 讓他們吐露出更多的知識, 但他們卻忘記了回到了地獄的惡魔, 同樣也會把庇護之地的信息向地獄吐露。 於是地獄裏的三個魔神, 便首先知曉了在天堂與地獄之外, 還有壹處名為庇護之地的世界。 原罪之戰 三大魔神分別是贈悟之王, 莫托菲斯毀滅之王, 巴爾恐懼之王, 迪亞波羅, 迪亞波羅也就是咱們遊戲的標題, 大波羅。 而這三者的關系在凱恩之書裏有壹段絕妙的描述, 原罪滋生原罪, 如同人類繁衍人類, 恐懼招之憎悟, 而憎悟招之毀滅, 毀滅招之恐懼, 恐懼招之憎悟, 憎悟招之毀滅, 毀滅招之…… 也就是這三大魔神的定位是壹個互相輪迴的圈, 互相滋養也互相維持, 總之這三大魔王根據惡魔燒賴的信息, 悄悄潛入到了庇護之地, 想要通過惡魔的地獄腐化人類, 因為他們認為, 人類的體內有著超乎意料的力量, 而這個力量可以幫助惡魔戰勝天使。 人類此時就成為了天使與惡魔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誰能駕馭他們, 誰就能獲得永恆之戰的勝利。 這三大魔王在庇護之地創建了三神教, 而三神分別代表了魔神品質的反面, 分別是關愛, 創造與堅定。 我們前面說過, 人類是天使與惡魔的雜交, 同時具備了光與暗的品性, 通過光明的口號來讓人類走向邪惡的腐化, 真的是太厲害了。 不得不說, 三魔神是個腦力派, 不喜歡直接動手。 三神教所在的地方, 大概是在東部大陸的凱吉斯坦, 古代被稱為凱吉安。 這三神教屬於內部高層都知道惡魔統治的教團, 但是下層的教名卻很善良, 所以遊戲裏很多時候都是表達出來教皇層面的人都是被惡魔腐神的壞人。 比如暗黑翼的教洞, 他就是引誘了王的墮落。 總之三魔神這部棋很棒, 但是卻沒有告訴其他人, 地獄裏的其他四魔王。 從而造成了之後三魔神被流放的惡果。 正當三神教如火如荼, 可能要遍佈整個庇護之地, 腐化所有人類時。 人類的父親天使伊娜瑞斯在世間遊蕩的時候發現了三神教的背後是魔神的陰謀, 於是他也用魔法對抗魔法, 用宗教對抗宗教, 自己化為了先知創建了自己的宗教聖光教會。 並且教堂也坐落在凱吉安里, 與三神教爭尖而對賣盲。 所以你看, 這不就是庇護之地的天使與惡魔的另一個永恆之戰的延續嗎? 但人類總是出乎意料的, 有一個名為無敵賢的人既不同意三神教會, 也不同意聖光教會。 他認為人類應該自己來啟發自己, 達到至高的境界。 我稱之為庇護之地的馬丁路德, 人們不應該向外追求救贖, 而是向內依靠自己。 無敵賢是多年後, 人類再度發現自己擁有奈菲天之力的第一人, 並且無敵賢不僅能讓自己發現, 還能夠喚醒其他人身上的奈菲天之力。 這就牛逼大法了。 讓你壹個普通兵變成超級兵的能力, 這不比教宗力還多了? 無敵賢的力量被激發, 背後有著莉莉絲的慫恿, 只不過當他被發現後又立刻銷聲匿跡躲藏了起來。 無敵賢在與其他宗教戰鬥的時候發現了世界之時的秘密, 而後重新調解了世界之時的頻率, 讓原本人類體內的奈菲天之力再度蘇醒, 用來對抗其他的宗教勢力。 至於為啥無敵賢演他們要能夠調解世界之時我也不清楚, 這個寶石成為了隨意讓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無敵賢與宗教衝突的最嚴重的時候, 天使與惡魔被這股奇異的力量吸引, 同時進入到庇護之地中。 眼看庇護之地就要變成永恆之戰的第二戰場時, 無敵賢與他的追隨者幾乎寄出全部的力量, 直接把天使與惡魔們都趕回了老家, 甚至這股力量正在撕裂庇護之地。 他感覺到這力量的強大似乎在吞噬他的人性, 奈菲天的力量使用並非是沒有代價的。 於是為了保護庇護之地, 為了保護人類, 無敵賢強行收回了自己的力量, 並用自己的最後一擊重新調和了世界之實, 讓原本釋放出去激活的奈菲天之力再次被收回。 其實這個擔憂我們在暗黑3的最後的CJ裏, 大天使泰瑞爾同樣也挺出來了, 擁有了力量的奈菲天, 最後不會連天使都給圖了吧。 這場人、神與魔的大戰被成為了原罪之戰。 而這個戰爭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一方面是地獄的三魔神覺得自己壓最飽了, 只要撫壞人類,世界垂首可得。 另一方面天使也在爭論是否要讓人類有資格繼續存活, 大天使泰瑞爾最後的壹票贊成人類繼續活下去, 為這次會議劃下的句號。 泰瑞爾希望人類也可以給天使開避出來壹條道路, 此時的泰瑞爾發現了宇宙的真理並非只有律法壹圖。 其實我要說律法是好的, 但妳們的律法要與時俱進, 對新生事物不去理解, 只拿著舊律法來約束,只會越來越糟。 這或許就是身為正義大天使的泰瑞爾的職責, 正義與律法都會隨著時代而逐漸改變。 天使與惡魔於是壹排即合, 永恆之戰因為人類而正式停戰, 只不過停戰的要求是必須交出曾經的判決者, 人類祖先的父親天使伊瑞納斯, 等待她的將會是地獄裏最恐怖的肢解與永恆的折磨。 在暗黑寺的CC裏, 我們似乎能夠看到壹閃而過的伊納瑞斯。 不過作為緬懷, 我們見不到伊納瑞斯還是可以稍微聽下她的聲音的。 《法師部落戰爭》, 如果有,那麽必然是雪的屠路。 以此為條件, 天堂與地獄都不會插手凡間的事物, 人類自己來治理人類。 但人是不做此就難受得要死的生命, 法師的各個部落之間雖然表面統一, 但是內部的矛盾依舊很大。 畢竟法師往往是壹些聰明到瞧不起他人的人類, 辱獲知識讓他們妄自尊大, 貪婪求知也同樣讓他們瘋狂。 律法的約束只是用來約束普通人的,而不是他們。 究竟是由某些法師打破了規則, 繼續召喚著惡魔, 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無人掌握的知識。 於是法師內部出現了肅清運動, 可以召喚惡魔與不允許召喚惡魔的兩派打著死去活來。 這場法師之間的流血衝突最終蔓延到了平民的身上, 從而導致著東部大陸戰火不斷。 最終的結果就是誰也沒有占到便宜。 被戰火牽連的民眾成為了反法師聯盟, 獵巫行動在庇護之地蔓延, 許多法師都被公開處死或者隱秘殺害, 因此許多法師只能逃離大城市, 躲避在鄉下小鎮或者無人的山區。 而還能夠挺過來的法師建立了自殺組織,突發者。 歷史上每個傷痕累累的時代, 最終都會在復原後走向自己的反面。 原罪之戰前是信仰壓垮魔法, 原罪之戰後是魔法壓垮信仰。 法師部落的戰爭再次讓信仰壓垮魔法, 人們開始仇視魔法,禁用魔法, 甚至是獵殺法師, 自此魔法再也不是顯穴了, 法師也逐漸有了怪人的稱呼——三魔之裂。 我們前面說過, 地獄的三魔神並沒有告訴四魔王, 他們發現了庇護之地, 所以當原罪之戰後, 四魔王針對三魔神發動了攻擊, 這場戰鬥讓地獄內耗嚴重, 但最終是流放了三魔神, 把他們的靈魂流放到了庇護之地。 其實你在暗黑三的CC裏可以看到一部分四魔王對三魔神的言語批鬥, 只是此時魔神的視角是暗黑三的女主角莉亞。 小姑娘很可愛, 就是劇情殺可惜了。 三魔神雖然沒有實體, 但是他們還是利用自己的靈魂再次腐化了人類, 讓人間挑起戰爭。 那天使泰瑞爾尤其關心人類, 所以她逐漸發現了這個情況, 但是藉由自己在天使議會上的投票, 讓人類繼續存活, 為了不被天使同胞發現, 從而再次引發是否要消滅人類的話題, 也為了遵守定下的約定, 不直接干涉人間的事物。 所以泰瑞爾選擇了一個妥協的方式, 如同惡魔壹般, 尋找自己在人間的代理人。 這群代理人是壹群法師, 被稱為了赫拉迪姆。 妳在不朽裏用到的赫拉迪姆的遺產, 她的出處就是於此。 而從壹代起就給我們做鑑定的凱恩老頭, 是赫拉迪姆頭戴。 這裏有壹個表單, 可以方便讓妳查看赫拉迪姆的部分人員以及稱號。 總之這個法師成員, 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殺留在人間的三魔神, 而泰瑞爾也交給了他們三塊來自於世界之石的靈魂石。 三個魔神自然是伊斯羅王, 首先是魔神的老大, 憎悟之王莫菲斯托。 囚禁她的靈魂石被托付給了薩凱蘭姆教團, 但長久的看護會造成教團的墮落。 這也造成了暗黑衣裏的悲劇, 來到此地的軍隊與主教都是薩凱蘭姆教團的人。 其次落往的是毀滅之王巴爾。 由於在與巴爾戰鬥的時候, 靈魂石發生了破碎赫拉迪姆的首領塔拉夏, 決定以自己的身軀作為囚禁的牢籠, 永遠與巴爾戰鬥。 她的同伴把她緊鎖在墓穴後去尋找最後壹個魔神。 失去了首領後, 傑瑞德·凱恩成為了第二任首領, 這也就是我們寫書的老頭子迪卡德·凱恩的祖先。 最後的恐懼之王迪亞波羅在西方的大陸所發現, 在當時的歷史, 東方大陸是文明之地, 而西方則是野蠻與開墾之地。 所以我們遊戲裏長出現的崔斯特瑞姆, 其實就不是個發達之地, 是個極其編曲的蠻荒之地。 完成了狩獵任務的赫拉迪姆, 在隱藏著迪亞波羅靈魂時的洞穴上方, 建立了壹個小型的修道院與地下墓穴, 同時這個狩獵組織也從此時起成為了壹個學者協會。 以至於凱恩的後代早已忘記自己是魔法師的身份, 總是以學者自居。 這也就是為啥我們看到老頭迪卡德·凱恩時, 他會給我們鑒定裝備的原因, 大天使泰瑞爾在這場狩獵的最後出現, 並讚揚了赫拉迪姆的復出, 而告誡他們壹定要注意魔神的封印之地, 不要再出什麽幺蛾子了。 當然我們也知道, 沒有幺蛾子就沒有巨型衝突, 幺蛾子是必定出的。 自此,暗黑一之前的巨型基本上梳理完畢, 緊接著就是萊奧瑞克的犀牲統治, 以及是崔斯特瑞姆的黑暗故事。 這些內容我們下一期再說。 整體上,暗黑的劇情在常年的鋪建下還是比較精彩的, 在遊戲刷刷刷之餘, 了解壹下裏面的故事會讓妳覺得更加有趣。 我是狗哥,感謝妳的觀看, 我們下壹期再見,拜拜。 第壹期,我們以凱恩之術為參考, 講述了暗黑一之前的大部分劇情, 而這壹期的主題便是暗黑一的相關內容。 我們依舊按照習慣把事件的時間軸拉細, 在大主題下加入更詳細的細節, 比如這壹次我們會在《原罪之戰》中加入暗黑故事裏 最主要的壹個宗教,薩卡蘭姆的整體歷史。 沒有看的小夥伴可以看一下上壹期, 那我們接著要講述暗黑的故事。 聖人阿卡拉特 在《原罪之戰》裏, 英雄烏迪賢利用自己體內的奈非天之力自爆後, 他留在庇護之地的能量似乎還未有消散。 法師之間的戰爭突兀了庇護之地所有人的希望, 人們不知道將來的道路要走向何方, 是信仰還是魔法。 迷茫的人隨處可見, 又有許多人步入到隱世的冥想當中。 阿卡拉特便是其中之壹, 他年輕時曾經在仙塞這個島嶼裏修行, 仙塞位於整個庇護之地的北方。 這裏人的外貌類似於東亞人, 比如說暗A3裏的女法師李敏就是來自於此島。 阿卡拉特的神奇來自於某次的冥想, 腦中閃現了壯麗的聖光, 浮現了宇宙、現實以及人類自身的各種影像。 如同在鋼鏈裏打開了真理之門, 妳的腦中湧入了很多的內容。 不論這些內容是真的還是假的, 阿卡拉特都認為這是天使的啟示, 並把這個天使稱為光之子。 有壹種說法是, 這個聖光其實是來自於無敵賢力量的殘留, 從而影響了阿卡拉特的領悟。 自此之後, 阿卡拉特開始著書、傳教, 把自己的所見所感向神人傳播, 他如同耶穌壹般行走在東部大陸的各個古代城市。 宣傳的教義打破了當時的種種權力的限制, 不論妳來自於何處。 曾經的信仰為何,地位的高低, 妳都是壹個純粹的人, 妳的身體裏存在著作為靈魂純粹的聖光。 這個說法如同是在說, 每個奈非天體內都有著被壓抑的力量。 從劇情的角度上來說, 阿卡拉特說的還都是大實話。 阿卡拉特的傳道授業十分的成功, 追隨了大批虔誠的信徒, 但他本身卻不是以創建宗教為目的而進行傳道的, 僅僅是把生命美好的感悟傳遞給大家。 當他覺得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後, 便孤身的離開,消失在凱吉斯坦的叢林裏, 也就是大概在這個位置就再也沒有出現了。 但後人利用阿卡拉特的行為與身份創建了薩卡萊姆, 這個名字包含著內心光明的含義。 所以妳會看到很多教徒感慨我的天啊之類的時候說的是, 感謝阿卡拉特或者是聖光在上。 最開始薩卡萊姆是壹個很小的教派, 但是教徒的內心十分的簡張, 他們的美德是追隨著阿卡拉特表現出來的, 和愛、無私與謙遜。 所以在三魔之獵的時代裏, 赫拉蒂姆的首領塔拉夏把封印著墨菲斯托的靈魂石, 托付給了薩卡萊姆的教派。 赫拉蒂姆踏上繼續狩獵魔王的征程後, 薩卡萊姆建造了壹座神廟來守衛莫菲斯托的靈魂石, 這個神廟所在的位置與阿卡拉特消失的位置很相近。 神廟之城崔凡克, 相信暗黑2的玩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最終這個宗教薩卡萊姆成為了整個暗黑世界, 我們開始遊玩時貫穿始終的宗教實力。 宗教犀牲 薩卡萊姆在凱吉斯坦地區逐漸擄獲了大批的信徒, 並且教會的領導者開始建立法典職能部門與等級制度。 原本被阿卡拉特打破的這些枷鎖, 隨著宗教的建立又回歸了, 只不過以前這些枷鎖是在國家正體裏, 現在這些枷鎖是在宗教事務中。 最高權力的象徵是教主, 而旗下分管各個區域的神職人員則被成為了大曙教。 自此之後,整個教壇與各個王國開始互相融合, 成為了政教壹體的組織。 其中跟我們主線劇情關聯最緊密的是兩次犧牲, 壹次是壹個名為拉基斯的人, 他以教主的名義帶領著軍隊越過海洋, 由西向東開始征伐西部大陸, 壹方面是要把自己的信仰薩卡萊姆帶給西方的蠻荒之地, 壹方面是因為他對壹些古代科技改進去, 而他想要得到古代科技的所在之地, 便是在西方盡頭的某個角落。 最終拉基斯佔領了西方大陸的左下角的土地, 並在此建立了維斯特馬。 傳聞拉基斯所要尋找的古代科技就藏在了維斯特馬當中。 維斯特馬自此成為了整個薩克萊姆教團在西方大陸的宗教傳播地, 即便是東部大陸的教團因為腐化而墮落了, 西部的宗教也依舊保持了較為健康的姿態。 由拉基斯的第壹次遠征散播教義, 最終讓整個庇護地的大部分政權與文明都知曉了, 甚至是規劃了薩克萊姆教團。 維斯特馬這個國家的標誌是狼, 所以你可以在進入到他們都城裏看到狼的標誌無處不在, 同時也是壹個海洋貿易十分發達的國家。 再進入到城內的高橋上, 往下望就能看到眾多的商團。 第二次的習征是我們的老鼠人, 生前是賢王死後是骷髏王的李奧瑞克。 此人原本是凱吉斯坦人, 後來是在自己的大主教拉扎魯斯的慫恿下, 拋棄了自己在凱吉斯坦的權益而前往了西方, 佔領了坎杜拉斯成為了此地新任的國王。 凱恩在他的書裏對此有壹段描述, 可以方便我們理解李奧瑞克作為壹個王的前後轉變。 起初,坎杜拉斯的民眾小心翼翼地看待外來的君主, 但李奧瑞克是為瑞智的君主, 堪稱即薩卡蘭姆諸多優點與一身的典範。 這壹點我完全能證明, 慢慢地他贏得了所有民眾的認可與尊敬, 但也使得日後他統治的終結更加令人感到惡腕痛悉。 李奧瑞克同樣作為壹個規劃了薩卡蘭姆的君主, 身上有著薩卡蘭姆最初的和蔼、無私、謙遜的品性, 但這些品性同樣也隨著他的年老與腐化而逐漸丟失。 這與薩卡蘭姆的命運相同, 最初保管的大惡魔莫菲斯托的靈魂石, 並沒有完好的封印出惡魔, 反而讓惡魔可以在無限的時間裏逐漸腐蝕薩薩卡蘭姆大教壇。 此次李奧瑞克之所以來到此地, 便是被已經腐化了的大主教拉扎魯斯慫恿而來的, 因為拉扎魯斯知曉, 這裏封印了另壹個惡魔的靈魂石——迪亞波羅。 所以即便佔領了坎杜拉斯整片區域, 但是李奧瑞克定居國度的地點卻是在鳥不拉時的崔斯特瑞姆, 也就是我們暗黑伊裏的村莊所在之地。 說實話,這個村莊還真不像獨城, 沒見過人口這麽凋敝的獨城。 除了建都外, 李奧瑞克還在此地建立壹個薩卡蘭姆大教堂。 這個教堂的選址就在封印著迪亞波羅所在的位置, 曾經在此地建立的赫拉迪姆修道院早已被時光摧毀, 化為了廢墟, 畢竟連凱恩都未曾被告知自己是赫拉迪姆的後代, 他的自我覺醒是在惡魔出現後, 自己因為學者的自覺, 自己查找書籍而發現的。 崔斯特瑞姆 大主教扎拉魯斯在修成了大教堂, 便立刻進入到地下墓地尋找迪亞波羅的所在之地, 畢竟他的另壹個身份是墨菲斯特的信使, 要讓自己的弟弟迪亞波羅再次獲得自由。 獲得了自由的迪亞波羅, 如同哥哥壹般也開始腐化整個崔斯特瑞姆, 首先要腐化的對象就是在此地權力最高的王——李奧瑞克。 他是君主,也是普通的人, 李奧瑞克依舊無法抵抗住惡魔的地獄, 他開始逐漸精神不穩定, 偏執瘋狂甚至是面目猙獰, 而後他做出了驚人的壹個舉措, 李奧瑞克要進攻林國的維斯特馬, 因為他覺得維斯特馬要進攻他的領地, 維斯特馬在庇護之地的地位是在壹個西方大陸經營已久的大國。 此時維斯特馬的第壹代國王拉基斯似乎已經死了, 他的兒子正在當政。 李奧瑞克的領地與君主實力完全無法匹敵, 說白了只有別人打妳,妳投降的份兒, 沒有妳打別人讓別人投降的份兒。 況且妳這些領地未必豐饒, 否則先來的拉基斯為啥會直接放棄佔領整個坎多拉斯, 只選擇佔領了維斯特馬呢? 大臣們覺得李奧瑞克這不是以軟機時嗎? 老大咱能不鬧嗎? 但李奧瑞克此時已經被腐化到了完完全全的疑神疑鬼, 只相信拉扎魯斯的話, 把其當作了最親近的心腹。 而攻打林國的直接原因, 正是拉扎魯斯謊稱維斯特馬正在密謀, 要侵佔你李奧瑞克的土地。 在李奧瑞克的強領要求下, 軍隊勉強拉出壹對兵馬。 書裏的描述是, 派出了手下不堪一戰的砍阻拉斯軍隊。 在這次遠征裏有兩個關鍵人物也加入其中, 壹個是李奧瑞克的騎士長拉齊達南, 壹個是李奧瑞克的長子艾丹。 在設定集裏有一幅關於李奧瑞克的血脈關係圖, 大家可以仔細看壹看, 妳都能認出誰。 然後第二張圖是第壹張圖的所有人的變化, 蒼老之後的圖表明了每個人最後的歸途。 其實妳仔細想壹想, 至少在暗黑三為止, 我們表面上壹直觀察的都是李奧瑞克壹家子倫的故事, 連寫書的凱恩都收養了李奧瑞克血脈的女兒作為養女。 就在軍隊出征不久, 李奧瑞克最喜歡的小兒子艾伯萊西特便失蹤了, 其實是被大主教給騙到了地下墓穴, 作為迪亞波羅的肉身容器。 小兒子的失蹤成為了李奧瑞克墮落的壹跡, 死後的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從懷疑其他國家的入侵到懷疑其他人基於自己的王位, 這種瘋癲最初是懷疑自己周圍的人, 他的妻子便是被他親自殺死。 妳在不朽裏便可以看到王后的墳墓, 妳甚至可以利用王后的墳墓來尋找到李奧瑞克的埋骨之地。 而後,她開始以單純的殺戮、沉迷、虐待、囚犯為了, 從壹個賢明的君主到壹個死亡的瘋子。 暗黑三裏妳甚至可以看到李奧瑞克為了享受鮮血與哀嚎而特意製作的 各種刑罰工具。 這就是我們在暗黑一片頭動畫裏看到的景色, 烏鴉,著實屍體, 房屋,時事有空, 惡魔自意氾濫, 秩序消失不見。 便是在這個時候必敗的遠征軍隊也從戰場上戰敗而歸, 騎士長拉齊達南率領著殘兵敗將回到了崔斯特瑞姆。 但是他發現這個國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仿若從原來的小腹安康掉入到了人間的地獄, 帶著憤怒與不解, 他找到了國王, 並詢問國王這壹巨大的變化。 但是被惡魔侵蝕的心事早已瘋狂的李奧瑞克, 連自己的騎士長都已不再信任, 讓人立刻出死拉齊達南以及從戰場上回歸的戰士們。 迫於無奈騎士長只能殺死自己的王, 但是在往死之前, 用著最後的力氣詛咒了這群弑士軍者們, 讓他們不得好死。 妳在暗黑衣的地下會看到被詛咒的拉齊達南, 瘋王的詛咒確實是生效了。 雖然李奧瑞克在後期的執政讓他變為了壹個瘋王, 但是士兵甚至是寫這本書的凱恩, 都認為其在前妻依舊是壹個賢民的君主, 於是按照其所給他舉行了聖誕的葬禮。 王的屍骨依照傳統埋葬在了拉扎魯斯主持的大教堂下, 也就是迪亞波羅的囚禁之地。 可想而知國王的肉體死亡了, 但惡魔也不會讓他的聯魂安息,被惡魔侵蝕瘋王的聯魂在死後依舊被惡魔奴役。 所以當妳進入到地下墓穴, 妳會在此見到化為骷髏王的李奧瑞克。 後面的幾座妳將會反覆鞭打化為了骷髏王的李奧瑞克, 並以此為樂。 李奧瑞克的本身其實就是映射了薩卡萊姆宗教的演變, 從最初的善意到最後的墮落。 隨著王的死去,騎士長因為受詛咒也消失不見, 國家裏能夠說得上話的或許只有大主教拉扎魯斯。 而作為壹個被惡魔控制心靈的傀儡而言, 他的目的除了逐漸把整個小鎮進行限級外, 還有另外壹個說法, 就是他要為迪亞波羅尋找到壹個強壯的身體, 這個身體需要強壯到能夠支撐這個惡魔周遊大陸, 從而去解放他的其他的惡魔兄弟。 所以妳會看到壹代主角們的出現, 三個主角分別是戰士, 名為艾丹,就是咱們的大王子。 凱恩之書裏對艾丹的描述是, 思相親切的艾丹王子終於從維斯特馬的戰場裏回到了崔斯特瑞姆。 至於為啥沒跟騎士長壹起回來這就不知道了, 知道的小夥伴可以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在片頭CJ裏看到壹個戰士進入到壹個空曠的屋子, 很有可能描繪的就是艾丹。 第二個角色是壹個浪人,來自於盲眼姐妹會。 妳在二代進入的羅格營地就歸屬於盲眼姐妹會。 卡夏、阿卡拉這些角色, 玩玩二代的就太熟悉了吧。 下一期我們到時候會說壹下盲眼姐妹會的演變歷史。 第三個角色是來自於維茲傑雷部落的壹名法師, 維茲傑雷就是當初法師之戰裏那個總是動不動就交換出來惡魔破壞約定的法師部落。 所以這壹次他的到來其實還帶著另外壹個目的, 就是受祖宗長老的託付。 希望在盤根錯節的地下迷宮裏, 尋找到壹些失弱的魔法點擊跟手工製品, 甚至是尋找到能夠再度召喚與奴役惡魔的某些魔法。 雖然遊戲裏只有三個職業, 但是在凱恩之書裏的描述是這樣的, 艾丹得知了自己的弟弟在地下墓穴後, 再來到了崔斯特瑞姆的眾多的冒險家中, 幾位最勇敢的人加入到了艾丹的隊伍裏。 在背景的設定裏, 崔斯特瑞姆的美名已經遠駁了, 確實能夠反面告知了我們, 這是迪亞波羅的特意為之, 就是為了尋找強壯的身體。 冒險者們與艾丹王子壹同進入到墓穴後, 遇到了大量的惡魔的侵襲, 可怕的屠夫已經死去的骷髏王, 在擊敗了骷髏王的時候, 艾丹帶回了拉扎魯斯的法杖, 並判斷整個事件的劇變力, 拉扎魯斯便是罪魁禍首。 但冒險者們並沒有被惡魔與恐懼阻擋了腳步, 而是繼續的前行,向著墓穴的最深處進軍, 直到他們直面了面目猙獰的恐懼之王迪亞波羅。 見到了這個身形巨大, 全身遍布選性的惡魔後, 各位冒險者在頂著迪亞波羅的恐懼襲擊心靈的巨大的壓力下, 依舊與他在漆黑的地下墓穴裏遊走相馳, 直到艾丹王子看準了時機即殺了惡魔。 壹句話來概括就是帶足水瓶頂著輸出。 於是就到了暗黑衣的片尾了, 壹個戰士拿著小刀撬下了惡魔腦中的靈魂師, 然後發現惡魔還原了人們的樣子, 居然是小王子艾丹的弟弟。 此時的艾丹成為了壹個二次殺死父親與親手殺死弟弟的兇手了。 我們無法體會到壹個親手殺死自己親人的男子有著怎樣的痛苦, 但最終他選擇了用另壹個方式來承擔與清洗自己的罪惡, 把封印惡魔的靈魂師放到了自己的腦中。 雖然我完全不明白, 妳好好封印靈魂師把他藏起來不就好了嗎? 為啥非要往腦子裏邊放,才叫做封印呢? 當然後面的故事裏的種種行為我們都能夠回過味來, 艾丹其實在此刻已經被惡魔侵蝕了心靈了, 他以為自己這麽做是能夠清除罪惡, 這麽做能夠封印惡魔,這麽做可以控制住迪亞波羅。 但當靈魂師進入到艾丹屈起的那壹刻, 他早晚都會成為迪亞波羅的容器。 暗黑一的劇情表面上是勝利的,實際上是失敗的。 迪亞波羅通過自己的死亡侵蝕了壹具具備強大力量的肉體, 可以支撐他拔山涉水解救其他的兄弟。 表面的勝利當然仍就歸屬於冒險者, 他們解決了迪亞波羅後只有少量的惡魔還殘存弟弟, 大部分惡魔都以銷聲匿跡, 崔斯特瑞姆的安詳又重新歸來, 沒有了惡魔迷宮的崔斯特瑞姆, 就是壹個邊垂的小鎮。 冒險者們自然又都離去了, 與艾丹壹同冒險的魔法師與遊俠自然也離開了此地, 但是他們的故事在二代還將繼續, 我們到時候再說。 回到了小鎮的艾丹, 開始疏遠小鎮裏的人們與自己的夥伴, 白天獨處, 夜晚又漫無目的的遊蕩。 唯壹與艾丹有所接觸的人, 則是從外地前來崔斯特瑞姆的女巫艾德莉亞。 她與艾丹整夜缠綿後懷上了艾丹的子嗣, 也就是我們三代裏可愛的小姑娘莉亞。 直到有一天夜裏, 艾丹找到了凱恩向她訴說曾經與惡魔戰鬥的情景, 這倒是陳述的最後,艾丹的言語欲加的混亂, 最終只剩下了不斷重複的壹句話, 我以為我能控制住她, 我以為我能夠控制住她。 在與凱恩訴說完的第二日, 艾丹便離開了崔斯特瑞姆, 凱恩詢問過艾德莉亞艾丹的去處, 艾德莉亞簡短地告知了凱恩, 艾丹獨自前往了東方, 去尋找那些能夠幫助她驅散夢魘的神秘學家。 此後不久, 身懷了艾丹血脈的艾德莉亞, 也離開了小鎮不知所蹤, 壹身黑衣, 遊蕩在前往東方的艾丹, 在後人的嘴裏有了壹個與英雄不相稱的名稱—— 黑暗流浪者。 而我們《暗黑一》的故事就到此結束了, 接下來的便是《暗黑二》的內容, 其實《暗黑一》與《二》在設定上的時間差很短, 基本上就是《暗黑一》幾個周之後的故事。 這些內容等我們下一期《暗黑二》時再說, 我是狗哥,感謝妳的觀看, 我們下一期再見,拜拜六。 上壹期我們講述了王子艾丹把靈魂石插入到自己的腦中, 從而形成了迪亞波羅的靈魂容器, 但艾丹卻高估了自己, 她並沒有控制住迪亞波羅,反而被惡魔控制住了。 她回到了地面上的那些時刻, 迪亞波羅利用艾丹做了壹件事情, 就是與前來崔斯特瑞姆的女巫艾德莉亞互相柴綿, 從而誕生下了具備著恐懼之王迪亞波羅血脈的孩子——莉亞。 準確來說,這個女孩被她的母親與父親稱之為魂器, 也就是說,如果迪亞波羅死亡了, 那麽她的後手就是利用魂器而復活。 尼亞在她父母的眼中從始至終都是壹個工具。 女巫艾德莉亞之所以來到崔斯特瑞姆, 是因為她所信奉著教派、祭祀者惡魔, 迪亞波羅曾經對她允諾, 當人間被惡魔佔領後, 直接信奉著她的人會得到永生的回饋。 而這就牽扯到了當初所謂的地獄三魔神被流放的陰謀了。 在凱恩之書裏, 凱恩的推測地獄三魔神被四魔王流放是內部之爭, 但當我們擊敗了墮天使伊族爾後, 她的靈魂會直接告訴我們流放的真實意圖。 泰瑞爾是個愚蠢的傢伙,居然會相信我。 妳看,是我告訴了迪亞波羅和她的兄弟們關於靈魂之時的事情, 以及如何玷污他們, 是我幫助策劃來讓三大惡魔自我流放到妳們的世界。 我們設置的這些計劃已經運轉了很長的時間, 任何人類的力量都無法阻擋。 地獄只有像妳們的世界, 壹處像鮮血和惡夢壹樣的讓潮,才能夠獲得平衡。 妳和妳所有的同類都將滅亡。 流放三魔神只是壹個障眼法, 通過內鬥的煙霧彈而讓三魔神以犯規的方式進入到人類的世界。 見識到奈非天的力量後,地獄的惡魔打算通過先腐化人類的內心, 然後在感染可以操作奈非天之力的世界之時, 讓人類墮落成惡魔的傀儡。 從而聚集所有墮落的人類與惡魔的力量, 進攻天使的所在世界。 惡魔判斷循規蹈矩的天使, 不可能越過自己定制的規則, 所以他們有把握冒險成功。 事實證明, 如果不是大天使泰瑞爾壹反常帶地打破了天使的顽固或者說是高傲, 暗中參與到了人類的世界裏, 組建了赫拉迪姆, 獵殺三魔神的靈魂, 那麽人類的世界早已淪陷了。 當然從伊蘇爾的言語裏來看, 通過靈魂之時困住惡魔這件事, 也是他成為了墮天使之後為其獻祭的壹環。 整體的計謀是這樣的, 伊蘇爾欺騙了大天使泰瑞爾說世界之時的碎片可以封印出魔神的靈魂, 但是他並沒有說世界之時不能完完全全地封印住惡魔的靈魂, 在長久的時間的場合裏, 惡魔的腐蝕依舊可以從靈魂實力透露出來惡意。 所以整個暗黑壹的起點, 其實就是封印著魔神的老大墨菲斯托的靈魂石侵蝕了薩卡蘭姆, 從而控制了宗教派遣大主教來到崔斯特綠姆解放老三迪亞波羅。 暗黑二的起點就是解放了迪亞波羅, 要去解救老二巴爾與老大墨菲斯托會合, 準備征服於侵蝕整個庇護之地。 長久圍困了惡魔的靈魂石會化為帶有惡魔力量的污染物, 只要把這個污染物放到可以控制奈菲天力量的世界之時裏, 就可以控制人類轉化成為奈菲天並被惡魔侵蝕。 這也就是為啥老二巴爾要來到野蠻人盛紀的亞瑞特山的原因, 這裏有著世界之時, 而在整個陰謀裏獨特的壹環就是老三的迪亞波羅, 他特意給自己留下了壹個魂器, 從而引發了暗黑三的完全體的大魔神進攻天使之城的結果。 當然這個劇情我們等到暗黑三的時候再訴說, 這壹期我們主要講述的是暗黑二的故事。 黑暗流放者 艾丹被迪亞波羅侵蝕後, 開始尋找自己的二哥巴爾, 所以他離開了崔斯特瑞姆與他前後腳離開的還有身懷著女兒的艾德利亞。 他需要去學會操作黑暗靈魂石的方法, 他在自己的《艾德利亞》之書裏有著對應的描述, 借助黑暗靈魂石的創造者哭勒的咒語, 我將標記地獄魔頭的靈魂, 將它們求入到黑暗靈魂石中, 我要讓這個幻世成真。 在崔斯特瑞姆,原本被消滅的惡魔隨著迪亞波羅化為黑暗流放者的離去, 這裏反而又多出來了更多的惡魔, 未有人能夠想到, 原本應該折居在地獄裏的其他的魔王也逐漸以真身的形態來到了人間。 痛苦女王安娜利爾便是首先來到其中的壹批, 她召喚惡魔前來, 特意清理掉迪亞波羅存活過的痕跡, 而崔斯特瑞姆便是其中之壹, 所以當我們再次回到此地時, 壹代的小村莊早已破壞, 人們都已經死去了, 只剩下了可憐的凱恩, 被關在了籠子裏, 等待你來拯救。 而從西方前往東方, 必須要經過壹處關隱, 便是東門修道院。 這裏最初是作為壹個軍事堡壘而存在的, 之後由盲顏姐妹會承擔了防守的職責。 這裏稍微說壹下, 盲顏姐妹會其實是來自於赫斯沃斯群島亞馬遜的壹只血脈, 他們偷盜了自己族裏的壹件神器——盲目之野, 從而為了躲避殺戮而離開了島嶼。 來到這個人際罕至的西部大陸, 成立了盲顏姐妹會。 這個盲顏就是盲目之眼的意思, 傳說這個神器具備為之的能力。 壹代的遊俠就是來自於盲顏姐妹會, 正是他發覺了崔斯特瑞姆的壹象, 從而來到此地調查的。 但隨著安達利爾的現身, 通過欺騙、誘惑與折磨佔領了東門修道院, 在腐化了眾多姐妹後,此地就成為了惡魔的巢穴。 未被腐化的姐妹會成員, 在荒野裏創建了羅格營地等待時機, 也就是我們二代開始的地方。 壹代的遊俠在二代裏成為了安達利爾的馬監族, 用著血壓的名號在埋谷地召喚死去的生命, 用鞋術製造為安達利爾服務的惡魔。 如果你擊殺血壓的話, 你會看到他的靈魂被釋放出來, 也算是我們給壹代的他壹個好的結束。 安達利爾的出現便是驗證了壹座爾的話, 三大魔神被流放, 等再從靈魂實力被釋放時, 就是惡魔整體入侵人間的號叫聲了。 安達利爾佔據的東門, 有效地阻擋了任何想要追蹤迪亞波羅族跡的人, 所以我們在羅格營地時無法通過商人, 帶我們壹起由西向東前往下壹個城市入高音。 另壹個方面, 黑暗流浪者在壹路前行的時候路過了壹個小酒館, 在此地的他沒有控制住自己的封印, 從而讓惡魔從火焰裏滋生燒毀了整個酒館。 在庇護之地有壹個傳說, 當大惡魔行走在何處, 惡魔就會從男的腳下滋生無數, 或許這個動畫彰顯的正是這個意思。 鬼使神差的整個酒館裏只留下壹個叫做馬瑞斯的流浪和存活, 更鬼使神差的這個馬瑞斯成為了黑暗流浪者的追隨者, 並與他壹同前往了魯高音, 尋找著魔神巴爾的鎖困之地。 馬瑞斯這個人並沒有在遊戲裏作為NPC存在, 只是活在了CJ裏的人, 但暗黑二的所有鬼使神差的橋段基本上都在這個人身上發生了。 為了追逐黑暗流浪者的步伐,阻擋他釋放巴爾, 我們冒險者只能硬闖東門修道院, 看到此地的所有姐妹都被惡魔俘虜了, 她們的腦袋甚至變為了惡魔的樣子。 你只要殺死這些姐妹就會看到她們如同血壓壹樣, 靈魂從具體裏釋放。 迷迷宮的最後是安達利爾的寶座, 用人骨的骷髏組件而成, 你在此地可以直滅二代的第壹個大惡魔, 獸腳,尖死紅髮, 每壹次的攻擊都帶著致命毒藥。 在此地的她把整個修道院改造成了自己的魔窟, 實施各種可怕的法術, 喜歡心靈者們的她, 願意夜夜聽到她人的哀嚎。 殺死了安達利爾後的羅格營地迎來了壹片的歡喜, 人們慶祝向東道路的打開, 同時芒野姐妹會也欣喜自己家園的回歸。 你在不朽裏還是可以繼續看到芒野姐妹會的各位, 指揮官卡夏與女祭司阿卡拉, 惡魔對她們的影響仍舊沒有簡單地消散掉。 瓦瑞夫是營地裏的商人負責通往魯高音的道路, 你與她對話離開時, 作為赫拉蒂姆後人的凱恩也要質疑壹同前往, 她覺得自己有責任解證這段歷史。 魯高音是西方大陸的明珠, 當年犧牲的時候因為與軍隊簽訂了自主管理的協議, 代價則是支撐犧牲軍隊的軍糧與軍力的補充, 所以她的統治並不歸屬於東方大陸而是獨自發展。 因此妳在這裏可以看到魯高音的王——葉爾辛。 原本明珠壹般的城市因為黑暗流浪者的到來而讓此地發生了異變, 城市的下水道裏有著可怕的死而復生的怪物屠殺著城裏的居民。 此地的管理者——葉爾辛把城內的所有的失足少女都召集在王宮裏, 讓自己的衛兵保護起來, 再僱傭其他的僱傭兵所為城市。 可見葉爾辛是壹個私心很重的人, 並不是最初表現的那般溫溫而雅。 凱恩認為黑暗流浪者來到此地必然是為了釋放自己的兄弟巴爾, 但巴爾被囚禁在了傳說中的法師塔拉夏的身體裏, 而塔拉夏所在的墳墓有著眾多的遺種, 進入到墳墓只需要兩個物品, 壹個是赫拉迪姆之杖, 而他已經被分裂成為了多個藏在了不同的墳墓裏, 他是打開封印之地的關鍵, 另壹個是正確的墳墓的符號, 而這個符號很有可能被神秘避難所裏的召喚者知曉。 在不久前, 有壹個法師也來到此地詢問過避難所, 這個人就是我們暗黑一裏的法師, 他的部落就是那個召喚惡魔從而引發了法師戰爭的罪魁禍首。 但惡魔象徵著混沌的力量是人類身體裏不可分割的壹部分, 即便被追殺, 仍舊有法師在不停地召喚惡魔, 這個避難所建立的初衷就是在此, 不被人類追殺也不被惡魔發現的奇異場所。 而這個場所目前唯壹露出的縫隙就是在皇宮裏發現的惡魔, 眾人都懷疑皇宮裏的縫隙連接的正是神秘的避難所。 當你進入其中尋找謎底, 你會在道路的盡頭看到暗黑的法師, 已經成為了避難所原主人的替代品。 至於避難所的原主人赫拉森去哪裏了, 沒有人知曉。 這讓我懷疑暗黑自裏進行利利斯召喚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這個神秘避難所的原主人赫拉森。 擊敗了暗黑的法師, 我們也得到了正確的墳墓的印記。 但我們終究是晚來了壹步, 大天使泰瑞爾已經在這裏與兩大魔神交過手了, 不敵之後被困在了死地。 跟隨著暗黑流浪者而來的流浪漢, 馬瑞斯在大天使與黑暗流浪者糾纏的時候被巴爾蛊惑, 因此不自覺地摘下了封印著巴爾的靈魂石。 這段劇情最讓我眩暈的地方是在於, 泰瑞爾居然在之後拜託馬瑞斯, 打著靈魂石前往庫拉斯特的光明神殿, 也就是被腐化的薩卡蘭姆的核心地帶, 從那裏進入到地獄然後毀滅掉靈魂石。 妳居然會把人類的命運偷付給壹個虛弱的流浪漢, 而且這個流浪漢還剛剛被迷惑了呀, 為啥不讓他去尋找如同我們壹般的勇者呢? 總之更牛的是, 馬瑞斯還真嘆瞄的拿著靈魂石進入到了光明神殿當中, 他們要的比我們這些冒險者還牛逼呢? 咱們飛了九牛二虎之力壹個蠶落的流浪漢, 居然單刀附回地進去了。 雖然馬瑞斯最後進入到了瘋人院, 但是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氣,至少他豁出去了壹次。 我們進入到墳墓時,被困在此地的大天時, 只能再次拜託我們前往惡魔的巢穴, 莫非斯托的所在之地。 地獄與戰爭 當初神聖的宗教之地已經變得無悔不堪, 大主教們腐化成為了惡魔, 甘願受到莫非斯托的腐蝕, 如今的此地正在積攢著惡魔的力量, 等待著之後的爆發。 在教堂的弟弟是三大魔神的再壹次的聚首, 三人共用力量打開了地獄的大門, 並制定了接下來的計劃。 老大莫非斯托鎮守此地, 繼續積攢人類腐化的力量。 老二巴爾帶著壹部分惡魔前往北方的亞瑞特山, 那裏是世界之石的存放之地, 巴爾要用自己的靈魂石去腐化世界之石, 從而操作人類,所以這也就是為啥我們在變頭的時候, 看到了巴爾假裝大天使盜取靈魂石的動畫。 此時的靈魂石等同於惡魔的靈魂本身, 惡魔可以利用靈魂石橄欖世界之石, 人類同樣也可以通過消滅靈魂石來消滅惡魔, 這也是之後我們用湮滅鐵針消滅惡魔的手段。 老三迪亞波羅重新化身惡魔進入到地獄, 召喚蓄勢帶發的地獄大金,準備入侵人類的世界。 等到我們到來時, 巴爾與迪亞波羅早已離去, 只留下了莫菲斯托守著傳統門。 雖然身為魔神, 但是雙拳難敵四手, 我們五個冒險者組團土路, 壹頓老錘便把他打趴。 莫菲斯托沒有養成隨手關門的習慣, 而我們冒險者自然是個看見了傳統門就要進去的主。 去往地獄的傳統門沒有把我們直接送入到迪亞波羅的面前, 而是前往了天使與惡魔交戰的橋頭堡——群魔堡壘。 在這裏我們遇到了大天使, 他告訴了我們如何消滅魔神的方法, 去地獄熔爐的掖滅鐵針上敲打靈魂時, 就能夠消滅掉魔神的靈魂, 把他們逐出這個椅子的位面前往壹個永不會回來的世界。 暗黑的劇情裏, 靈魂是個不滅的存在, 只能夠改變狀態,無法徹底消滅。 後面三代的大魔神的融合也是這個思路的極限, 7個大惡魔又再次化為壹個整體。 同時,大天使也讓我們尋找曾經墮落的伊茲爾, 他化為惡魔已經700年了, 早應該承擔完自己的罪孽了。 我們便也是在擊殺了伊茲爾後, 得知了他口中的整個惡魔的黑暗流放的障眼法, 以及靈魂時困住惡魔的陰謀。 為了人類的世界, 我們只能先來到地獄熔爐裏打碎莫非思挫的靈魂時, 甚至防止他被奪走,再次復活。 當錘子落在靈魂時的那壹刻, 無數的靈魂從使徒中奔湧而出, 或許這就是惡魔曾經困住人類的靈魂的數量吧, 現在他們終於都自由了。 緊接著就是我們第二次面對迪阿波羅, 他仍舊是那麽的高大邪惡, 通過冰霜來緩解我們的攻速, 再配合其他的惡魔壹擁而上。 就如同當妳發現家裏有壹個蟑螂的時候他就有壹窩了, 當妳發現地獄裏有壹個人類的時候他必然也有壹群。 冒險者們齊心協力再次打敗了迪阿波羅, 這個壯舉連凱恩都為之讚嘆, 畢竟連天使都殺不死的大魔神, 我們人類壹定殺了兩回了。 這個行為壹度讓我認為如果天使真的決定消滅人類的話, 究竟被消滅的會不會是天使的壹方呢? 從地獄回來的冒險者發現巴爾的行蹤, 背方的野蠻人把守的聖山正在尾巴爾所吞噬, 應有的野蠻人無法擊對眾多蜂擁而來的惡魔, 在淚與血的拼殺中, 長老們決定犧牲自己, 用生命的力量建立壹個巨大的屏障, 阻擋惡魔的入侵, 保護自己的聖山與職責。 但只有壹個長老, 尼拉塞克唯有獻出自己的生命, 並且在飽受打擊後開始胡言亂語, 抨擊野蠻人與惡魔作對,是自尋死路。 其實在野蠻人的承寨裏有專門的軍事指揮官, 而這個長老存在的意義只是為了專門傳播恨國論, 否定那些犧牲的野蠻人與犧牲的長老。 一走出城外會看到眾多的野蠻人依舊在與惡魔互相戰鬥, 以保護自己的聖山。 無法穿越長老們用生命搭建起來屏障的巴爾, 開始腐化這個貪生怕死的尼拉塞克, 與他簽訂了協議, 巴爾保證即便惡魔降臨了人間, 也會有尼拉塞克的一席之地。 等我們擊殺了這個背叛者時, 他手中的聖物已經交給巴爾了, 沒有了屏障的保護, 巴爾就可以直接穿過祖先之地前往聖山的最深處, 封閉著世界之石的殿堂。 我們壹路穿越重重障礙,終於趕到山頂, 擋在我們面前的是三個先祖奈菲天。 我說老大, 惡魔來了你們不擋, 我們來了你們卻要攔, 咱能靈活應對嗎? 巴爾即便有聖物, 他也是個惡魔,你們的考驗是要保護世界之石, 還是為了考驗而考驗? 最終我們擊敗了先祖的試煉後, 他們給我們強化了壹次戰鬥能力, 就是提升了壹擊, 連個祖傳的武器都沒給我們, 就讓我們去打巴爾。 抱怨歸抱怨, 我們還是要拯救世界的。 壹路披荊斬擊殺到了巴爾的所在之地, 在這裏我們真的與他大戰了八九個回合, 每個回合他都會吐出壹堂火焰, 然後火焰化為惡魔。 這場持久比拼耐力與藥瓶的戰鬥, 最終以我們這群跨越了整個人類世界, 跨越了烈焰地獄的冒險家小隊, 奮力的戰鬥而獲勝。 巴爾雖然死在了我們的腳下, 但是他的靈魂石早已侵蝕了世界之石, 這也就是為啥我們打死了他之後, 他沒有掉靈魂石。 扮演了救世主的大天使泰瑞爾, 姍姍來遲告訴我們現在的狀況, 世界之石已經無法挽救了, 必須破壞, 負責庇護之地將成為另壹個地獄, 而破壞世界之石會產生巨大的衝擊, 這種衝擊在巴爾靈魂石的侵蝕下, 會成為壹個可怕的炸彈, 整個聖山都將毀滅。 毀壞世界之石的使命由泰瑞爾承擔, 畢竟這個爆炸不是凡人之驅能夠承擔的住的, 他開了傳送門讓我們逃到安全的地方。 他則孤身也能口中念著禱告的詞語, 丟出自己手中的神劍擊碎了巨大的世界之石, 而隨著石頭的碎裂爆發了巨大的能量, 這些能量轉瞬之間就是把野蠻人的, 聖山及其周圍的地獄徹底腐蝕了。 聖結的祖先師弟是當初人類祖先的天使與惡魔第壹次的落腳之地, 如今這片土地成為了被惡意腐蝕的詛咒之地。 到了暗黑三時這裏已經變為了恐懼之地了, 讓人不敢隨意踏足, 整個暗黑二的故事到此便結束了。 壹場巨大的浩劫作為整個故事的落幕, 自然代表故事還沒有講完, 他還遺留了很多的問題, 大天使打破石頭的神劍去了哪裏了呢? 野蠻人的家園被摧毀了後, 他們能在哪裏生活? 作為迪亞波羅後手的愛德利亞度中的魂器, 又在之後承擔了什麽樣的決策? 大和惡魔的這壹次的陰謀對賭真的是輸了嗎? 這些疑問等我們到暗黑三的劇情時再跟大家壹起訴說。 我是狗哥, 我們下壹期暗黑三再見了。 掰掰了。 上壹期我們講述了暗黑二的結束時, 正義的大天使泰瑞爾使用自己的聖劍擊碎了被巴爾侵蝕的世界之石。 石頭破碎之後的爆炸不僅污染了聖山, 讓此地化為了恐懼之地, 而且還摧毀了生命, 裏面便包含了市居此地的野蠻人, 也包含了泰瑞爾本身。 失去了天使之躯的泰瑞爾, 在無人能夠找到的混沌世界裏緩慢地重篤自己的肉體與精神。 直到20年後,他才重新回到了高階天堂, 也在此時遭受了天使的責難。 這也就是我們在暗黑三CJ裏看到的動畫。 另壹方面, 毀掉了聖山之後的野蠻人, 有壹部分對大天使怨恨極深, 幾乎化為了最原始的殺戮機器。 居住在北方的普通人與野蠻人經常發生衝突, 而大天使的劍正巧落在了北方的某個洞穴裏, 被此地的少年撿到, 化解了人類與野蠻人之間的危機。 這個故事放在了官方的漫畫《正義之劍》裏, 感興趣的大家可以自己看壹看。 暗黑二裏打破了惡魔的英雄們, 自然是繼續踏上了各自擁有的使命之路。 而赫拉丁姆最後的後裔凱恩也同樣憂慮另外的兩個地獄魔王, 謊言之王比列與罪惡之王阿茲莫丹。 凱恩知道惡魔不會放過人類的庇護之地, 所以他便在世界之石破碎後繼續尋找著解救之法。 從暗黑二到暗黑三中間間隔了二十多年, 這也是不朽的劇情, 大概是講述了世界之石破碎後, 石頭碎片裏依舊蘊含著邪惡的力量。 那些崇拜惡魔的宗教與壹些活著的中階惡魔, 依舊在想辦法獲得對應的碎片力量, 來讓自己變得更強。 不朽禮的冒險者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設法從敵人的手裏獲得這些碎片, 然後交給凱恩, 作為赫拉迪姆的他有責任削尾這些邪惡的來源並保護這個世界。 除此之外,凱恩也如同先祖壹般開始遊走在庇護之地裏, 尋找解決其他兩個大魔王的方法, 便也是在東部大陸的凱爾迪姆。 凱恩遇到了愛德利亞的女兒,利亞。 當凱恩發現利亞對魔法有著極佳的天賦與純潔的心靈後, 便把其當作了養女。 壹方面,隨著他逐漸的老邁, 他無法知曉自己的壽命是否能夠堅持到惡魔的到來, 因此他需要壹個後裔繼承他與赫拉迪姆的意志。 另壹個方面,作為早年曾經擁有了壹個男孩的凱恩, 他仍舊希望得到家庭與孩子的溫暖, 他也希望自己有壹個新的開始。 凱恩便帶著利亞遊走在庇護之地的各種無人的墓穴, 邊進了小鎮去尋找那些遺失的古籍, 其希望在裏面可以找到破解惡魔入侵的方法。 直到利亞從女孩變為了少女, 凱恩從直立變為了狗籠, 他們才重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重建起來的新崔斯特瑞姆。 在此地的老教堂裏, 研究與整理找尋回來的古籍, 而利亞也有意無意地成為了赫拉迪姆的另壹個後裔。 大天使泰瑞爾重組神區, 尋找回自己的聖劍後, 回到了高階堅堂, 同時也面對了勇氣大天使英普瑞斯的責難。 要不是當初你, 泰瑞爾否定了毀滅人類, 怎麽會讓惡魔如此囂張, 大舉入侵庇護之地? 人類那個世界是不純潔的世界, 破壞了規則的天使又與那些混沌的人類, 與低劍的惡魔有什麽區別呢? 泰瑞爾面對英普瑞斯的指責, 意識到了如今的天使也成為了頑固不化, 只知道維護自己的虛偽高傲的可悲生物。 拯救這個世界, 擊敗惡魔不可能再依靠天使了, 人類必須參與其中, 成為主力的壹部分。 無法接受因普瑞斯高傲的泰瑞爾, 於是自願去掉了天使的寓意, 成為了有形的人類, 臉部也逐漸有了人類的樣貌, 而墮落的天使不配留在高階天堂, 於是泰瑞爾連同自己的聖劍, 壹起從空中墜落。 這就是開篇CJ裏我們看到了流星滑過天空的末世景色, 對這個情況的預言寫在了赫拉蒂姆殘留下來的書籍裏, 侍逢末節之時, 天必有背心出, 正義壹將降臨世人, 光明與黑暗將在永恆的戰場上展開決戰。 這個正義真的不僅僅是象徵的意思, 也是直指代表了正義的大天使泰瑞爾。 好巧不巧, 陨落的泰瑞爾壹頭砸在了凱恩所在的舊教堂, 陷落的衝擊把凱恩壹同拉入教堂下面的洞穴的最底層, 稱得上是痛擊有望隊友的典範。 冒險者的我們可以使用各種身份, 因為某個使命來到了新崔斯特雷姆。 舊崔斯特雷姆毀壞後, 由於此地的農業、畜牧業依舊十分發達, 畢竟奶牛都能成精, 畜牧業又怎麽能不發達呢? 再加上壹代裏那些流傳出去的迷宮深處, 有著屬之不盡的寶藏的傳聞依舊存在。 所以此地又再次繁榮了起來, 迅速的總立起來了壹個新的小鎮。 但由於不明身份的災星陨落, 激發了此地應該死去的靈魂與惡魔再次復活。 骷髏王李奧綠克便是其中之壹。 他在壹代裏由於受到了迪亞波羅的蠱惑, 在死亡後接受了迪亞波羅力量的賜語, 從而具備了支配死亡骷髏的能力。 用他的話來說就是, 即便化為了白骨, 坎毒拉斯的士兵們還是得服從他的君主的命令。 由此可見,力量就是力量, 或許根本就沒什麽正義與邪惡之分。 殞落的人是天使由羅河, 他不受控制的力量依舊可以喚醒邪惡。 我們冒險者追隨流星來到此地後發現異變已經很可怕了, 無數的喪屍圍攻小鎮, 城外的護城溝渠裡擁堵著眾多的屍骸。 幫助衛兵擊敗壹波喪屍後, 隊長告訴我們想要知曉流星的事情, 可以去詢問唯壹的幸存者——力亞。 城內的人們十分的恐慌, 為了防止屍骸復活只能把所有死去的屍體完全的燒毀。 村長在攜款逃跑, 牧師在安慰恐慌, 暫時在面對喪屍而突扭屍店的力亞, 正在整備自身, 準備前往教堂下方的洞穴, 尋找自己的叔叔凱恩。 兩人正在交談時, 在屍店裏養傷的病人突然全部變為了喪屍, 向我們撲來。 意識到問題嚴重的力亞, 決定先處理村子喪屍的問題, 再去尋找叔叔。 這壹次喪屍的源頭是舊城鎮的妖后, 他們製造怪物並傳播疫情。 妖后的信息在愛德利亞之書裏有過記載, 她是王后最喜愛的侍女, 曾經教不起愛德利亞的黑魔法, 但是等她被惡魔侵蝕後, 自己反而成為了低賤的製造惡魔的源頭。 回到鎮子後, 利亞向我們訴說了自己的身世, 她是由凱恩撫養長大的, 她的母親愛德利亞在很早之前就過世了, 而她的父親則是在暗黑二時老城鎮被惡魔攻陷時死亡的。 看過了之前的視頻我們都知道, 利亞的母親並沒有死亡, 而她的父親人身是王子愛丹, 靈魂則是迪亞波羅。 教堂的中心處是隕石落下的坑道, 散發著幽嵐的光芒, 連接的是骷髏王李奧瑞克休眠的地下墓地, 被流星喚醒的他正在積蓄力量準備攻占地面。 我們趕到時,凱恩正在被追趕, 甘扁的小老頭, 用着法杖宁死不屈的對抗骷髏衛兵, 救下了凱恩後,眾人一同回到了城鎮, 而想要解決此地的災難, 必須要擊殺隱藏在地底的李奧瑞克。 而想要進入李奧瑞克的屍骸處, 則需要宰相墓穴裏隱藏起來的骷髏王冠。 宰相其實是鐵匠的祖父, 從鐵匠的對話裏他告訴了我們, 當初騎士長殺害李奧瑞克時, 宰相是站在了騎士長的壹邊, 也就是在那場戰鬥裏, 宰相受傷死亡。 為了紀念他的犧牲,從而讓王冠與他一同埋葬。 凱恩拜託我們消滅掉骷髏王, 否則此地必定會生靈土炭。 而我們想要尋找的流星, 正是在骷髏王的腳底, 不論是出於何種理由, 骷髏王都是阻擋我們前進的敵人。 用王冠強迫骷髏王的靈魂的回歸, 然後在有形的躯體裏擊敗惡魔, 才能夠消滅掉他的影像。 壹番敖戰惡魔被擊敗後, 我們前往了淒涼之廳, 在此地終於發現了流星的真相, 壹個人,而且是壹個黑人。 而且還是壹個從天而降直穿地底, 但是毫髮無傷只丟失了記憶的黑人。 這他們要的才叫做真的骨骼驚奇。 在此人回到了城鎮後, 凱恩意識到此人記憶的重要性, 陌生人的劍被壹分為三, 只有找回碎片, 讓劍合為壹體才能夠讓陌生人重回記憶。 在尋找到碎片的過程裏, 我們遇到了巫師會的女首領——瑪格達。 巫師會的前身是曾經三大魔王在人類社會建立起來的三神教的余孽。 這些人在原罪之戰失敗後便折服了起來, 小心翼翼地在地下服侍著惡魔。 但瑪格達加入其中, 發現這個巫師會的上層已經腐敗至極了。 如果不進行改革, 這個教會終究會自我消亡, 但是他缺乏幫手, 需要等待時機。 而這個時機的出現就是另壹個角色的加入——女巫——愛德利亞。 他在巫師會期間與瑪格達互相依靠, 剷除掉了上層的腐敗與胎兰, 同而讓巫師會成為壹個新的, 全心全意以信奉惡魔為己任的組織。 此時的巫師會信奉的惡魔是謊言之王比列, 在他的地獄下, 巫師會日益壯大, 逐漸成為了可以比肩薩克蘭姆的宗教。 當然此時的薩克蘭姆也沒落了, 但愛德利亞在某個頁裏聽到了另壹個不是比列的低語, 聲音的主人來自於恐懼魔王迪亞波羅, 也就是在迪亞波羅的低語後, 他來到了崔斯特瑞姆這個偏僻的小鎮裏折居, 並且還與迪亞波羅生下了魂器——利亞。 瑪格達前來此地阻擋我們收集碎片的原因, 正是因為比列的指派, 誰又能允許壹個墮落凡天的天使回復記憶, 阻擋惡魔的大軍呢? 在與瑪格達三戰三截後, 我們終於收集到了所有的碎片, 準備回到圖牛旅舍與凱恩會和修復神劍時, 卻發現了瑪格達輔體抽薪, 既然我阻擋不了你收集碎片, 那麽我就先阻擋可以幫助你修復神劍的人, 她殺死了壹直陪伴我們三部曲的凱恩, 在阻擋你可以接觸神劍恢復記憶的天使, 所以她把人形態的大天使再次無走,隱藏了起來。 見到了凱恩死亡的麗亞爆發出來驚人的魔力, 蹂躍了旅店裏的所有敵人, 但是她卻無法救回自己相依為命的叔叔。 凱恩在生命的最後, 用她僅存的力量為我們恢復了神劍原本的模樣, 並拜託麗亞繼承她的研究與日記, 尋找阻擋惡魔的方法。 此時我們與莉亞兵分兩路, 她去查看凱恩遺留下來的資料, 尋找破解之法, 而我們則前往瑪格達的藏身之處。 李奧瑞克生前的宅邸, 這裏同樣也是她虐待別人的監牢。 剛進入此地你就看到了李奧瑞克的妻子手中捧著自己砍下來的頭顱, 向你哀悼曾經的過往。 瘋狂的國王已經不信任所有人了。 即便是她的妻子也被她在死地殺害, 她希望我們能夠解放被囚禁在死地的靈魂。 人瘋狂起來真的是六親不認。 瑪格達隱藏在宅邸的最底層, 所以幫忙都是稍帶手的事情。 當我們解放了囚禁的靈魂後, 首先遇到的就是老朋友屠夫Freshmeet的話語, 深入每一個暗黑翼的玩家心中。 屠夫的背後是正在被囚禁與被腐化的大天使。 我們砍殺了所有的邪教徒, 把聖劍重歸於她的手中後, 大天使泰瑞爾終於恢復了記憶。 她的前來正是為了向人類告知, 剩餘的兩大魔王比利與阿茲莫丹, 正準備集結大軍進攻人類, 人類必須做好準備。 凱恩的死是一場無奈的結果, 新火相傳後的利亞成為了有趣的身份象征。 她既是天使選中的繼承了赫拉底姆意志的人類的知識的代表, 也同樣是被惡魔選中的繼承了破壞壹直人類毀滅的代表。 利亞再壹次體現了人類是天使與惡魔混種後的生命。 道路繼續前行, 尋找比列的方法就是在巫師會的身上, 只要巫師會出現在哪裏, 那麽哪裏就有可能出現比列。 東部大陸的政治中心是卡爾蒂姆, 這裏已經被巫師會滲透, 傳說中的大地還是個孩子, 而孩子是容易控制的傀儡。 來到卡爾蒂姆的眾人首先印入眼簾的就是城市的混亂不堪, 皇宮外的集市已經人滿為患, 惡魔在此地肆虐逃難的人要進入到皇宮尋求庇護, 而大地並不允許。 貴族們也被流放在外, 整個皇宮成為了大地的個人獨享, 凱拉就是被流放的貴族之壹。 她是個看起來很重要, 其實壹點也不重要的NBC, 但定位太奇怪了, 壹得我都忘不了她。 城內最初的守衛是鐵狼護衛。 而前不久, 衛隊因為巫師會在邊境鬧事派遣出城, 如今再次回到了城內時, 所有的守衛都已經被更替, 連鐵狼護衛的首領艾希拉都無法隨意進進大地。 艾希拉告訴了我們巫師會馬格達的所在之地, 但城內的動亂同樣也能注意, 於是我們與莉亞分頭行動。 她從地下水道探尋秘密以及尋找前往皇宮的道路, 而我們則去獵殺馬格達, 逼她說出魔王比列的所在之地。 在壹路的黃沙裏, 我們終於尋找到了馬格達的蹤跡, 把她逼迫出真身。 但這壹切似乎又都是壹場布局已久的陰謀, 比列所要抓獲的人從來都不是我們這些冒險者, 她壹直盯著的是魂器利亞。 馬格達的行踪只是壹個幼虎器, 欺騙我們上當, 即便付出了生命對她而言也值得, 必定這是她所信奉著的惡魔的指引。 在與馬格達的戰鬥裏, 我們發現了她身邊有著王城的護衛, 而這些護衛則是比列的信徒, 蛇形惡魔偽裝出來的。 那麽可想而知, 皇宮內的王要麽是被脅迫了, 要麽是被蠱惑了。 不論是哪壹種我們都需要進入到王宮裏, 進進大帝, 因為利亞還在她的手中。 鐵郎的艾希拉幫助我們進入到了王宮, 並向大帝訴說了原因, 但是大帝卻推出利亞向我們質問道, 如果妳們真的是善意, 那麽為什麽要派人進入到下水道, 窺死王宮呢? 隨後便命令守衛立刻處死我們, 她便轉身離開了此地。 王宮的守衛在大帝離開後, 化為了蛇摸向我們進攻, 而我們只能壹路逃走, 已經探明了下水道走向的利亞, 引導我們再次從下水道離開。 同時這裏也隱含了利亞的私心, 在她被關起來的期間, 得知了自己的母親愛德利亞還活著的可能性, 而她就在下水道的監獄裏。 尋找到了愛德利亞時, 她正在被壹群蛇魔圍困, 他們在審訊愛德利亞, 向她逼問黑暗靈魂時的事情。 這裏我們要稍微說壹下, 愛德利亞在離開了崔斯特瑞姆後, 壹直在做什麽。 她在學習如何利用黑暗靈魂時, 封印那些大惡魔的靈魂, 在被抓到之前她已經用學習到的知識封印了其他的五個大惡魔, 並把他們的靈魂標記到了黑暗靈魂時上。 而封印所有惡魔的原因在於她得到了迪亞波羅的指引, 失敗了的迪亞波羅需要融合其他所有的惡魔的靈魂, 然後形成壹個如同遠古的魔龍壹般的大魔神, 這樣單壹的天使就無法阻擋他了, 永恆之戰必須結束, 這就是迪亞波羅的計劃。 所以救出來的艾德利亞立刻引誘了我們前往黑暗靈魂時的所在之地, 佐敦庫勒的圖書庫。 這裏就要說壹下黑暗靈魂時是如何產生的了。 佐敦庫勒是當初獵殺三魔神的赫拉迪姆小隊中的壹員, 靈魂時在沒有封印魔神前則由她長期保管。 在與靈魂時長時間的接觸後, 她也深深為靈魂時著迷。 在封印了迪亞波羅, 赫拉迪姆各自分散後, 她開始執著於研究靈魂時的另壹個機材兵——黑暗靈魂時。 用她的語句來陳述就是人類無法相信惡魔, 因為他們要奴役人類, 人類也無法相信天使, 因為天使曾經打算滅絕人類, 人類能夠相信的只有自己。 所以她研究靈魂時的目的之壹, 也是要重新觸發人類的奈非天之力, 以防止被任何壹方投入時, 人類無力反擊。 當然最後她步入了歧途, 把人類的生命不當作壹回事, 借用魔法的教學又騙了許多年輕的生命成為她的實驗品。 當其他的赫拉迪姆知曉此事時, 佐敦·庫勒已經快要成功了, 至少此時的她已經可以永生不死。 擊敗了佐敦·庫勒的赫拉迪姆等人, 發現庫勒改造了自己成為了不死的怪物後, 只能想辦法把她的血液放乾, 失手分架,壹地埋葬。 眾人經過討論後,發現封印比裂看來只有這壹種方法, 雖然我們想責問大件事, 妳咋不多弄幾個靈魂石當作備份使用呢? 我們萬不得已只能重新復活佐敦·庫勒。 但是當庫勒準備拿取靈魂石時, 發現死去的魔王的靈魂已經在黑暗靈魂石裏了, 早已經有人提前下手了, 只是我們還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是誰。 擊敗了庫勒後, 愛德利亞現身向我們訴說的這20年來, 她所做的壹切都是為了提前標注魔王的靈魂, 當黑暗靈魂石啟動的那壹剎那, 可以讓這些滅亡的魔王靈魂能夠直接進入到黑暗靈魂石當中。 愛德利亞給我提出了壹個建議, 當所有的魔王都進入到靈魂石後, 只要打碎了這塊石頭, 那麽魔王的靈魂都會灰飛湧滅, 並且此時也只有這塊石頭能夠擊敗比裂。 當然這句話是存一的,並不一定對。 重新回到了卡爾迪姆此時的比裂正在降下火雨, 屠殺所有的百姓。 我們想要阻止這場屠殺, 只能衝入到王宮, 尋找比裂的蹤跡。 而此時的大帝也不再是用弱小的孩子作為隱藏了, 他直接寫露出來真身, 幽門壹較高低。 擊敗比裂後, 黑暗靈魂石成功封印了惡魔, 而大天使也感慨, 曾經的佐敦庫勒也是個勇猛的戰士, 但是他卻被力量所迷惑, 與惡魔征戰越久越容易被惡魔腐化。 如今的大惡魔只剩下了一人, 罪惡之王阿茲莫丹。 眾人找不到他的蹤跡, 而莉亞只能先整理凱恩留下來的書籍, 看看能夠尋找到什麽線索。 直到有天夜裏, 勞累的他被黑暗靈魂石所吸引, 聽到了阿茲莫丹對人類的宣戰。 其實這個畫面是阿茲莫丹對著莉亞體內的迪亞波羅所說的, 所以你會聽到他的言語, 你把我們都騙到了, 兄弟們一個個都落入你的陷阱, 唯獨我要擊敗你。 阿茲莫丹已經意識到了, 這是迪亞波羅想要借助人類的手來吸收其他魔王的靈魂, 從而讓自己變為大魔王的手段。 於是他聚集了地獄裏的所有精銳, 要從破滅的亞瑞特山進攻人類的世界。 眾人前往了北方的數位要塞, 抵抗惡魔, 而在這裏我們見證了惡魔的恐怖, 也見證了人類的頑強, 無數的人死在了此地, 但也未曾讓惡魔更進一步。 特爲斬首小隊的我們在此地擊退了惡魔後, 直接潛入到了阿茲莫丹的老巢, 擊敗了他的老婆色域的大蜘蛛後, 終於直面最後的壹個魔王。 眾人壹頓老錘, 阿茲莫丹也壹命嗚呼, 失去了肉體的靈魂瞬間被黑暗靈魂石吸收了進去, 終於惡魔都已死亡, 而人類迎來了歡慶的時刻。 現在只需要把黑暗靈魂石擊碎後, 惡魔就再也無法出現在人間了。 正當眾人放鬆警惕欣喜之時, 艾德莉亞終於跳返了, 在無人打擾的地方困住了大天使, 並讓靈魂石裏的所有的靈魂都注入到自己的女兒莉亞的體內。 魂七的意義在此刻彰顯了出來, 再次蘇醒過來的莉亞體內的靈魂已經替換成了迪亞波羅, 而她的目的只有壹個——毀滅高階天堂, 結束永恆之戰。 守在了天堂門外的勇氣大堅持, 英普瑞斯認出了前來此刻的人就是迪亞波羅, 但是她卻無法阻擋七個魔王化為壹體的糾集迪亞波羅獸, 她被打退了。 而自世界誕生以來, 未被擊破的天使的金剛大門第壹次被惡魔攻入, 天堂化為了壹片懸海, 天使們只能各自為戰, 等我們趕到時, 英普瑞斯指責我們的存在才把惡魔引入到了此地。 我只想說現在是互相推諾的時候嗎? 我還說妳天使光知道嘴炮不過來幫忙, 哦氣是吧? 當然我們是做實事的人, 快速進到了天堂各處解救出來各為大天使, 然後據例再次反攻。 迪亞波羅的目的是高階天堂的最高處水晶穹頂, 它是天使的誕生之地, 妳可以理解為擊破了水晶穹頂就再也不會有新的天使誕生了, 這算是伏地仇心了,爆了水晶。 當然,我們自然不會讓迪亞波羅得逞, 在門口先擊敗中犬勞魔伊蘇爾, 然後直接面對迪亞波羅, 壹頓亂垂後, 大魔王迪亞波羅也香香玉允, 我只能說暗黑到死時已經戰力崩壞了, 小小壹隊人馬直接挑戰世界的製惡之神, 當年製高神阿奴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做到了。 迪亞波羅死亡後, 他的軀體再次化為了黑暗靈魂時, 而利亞是否真的挽怨死亡還能否重新出場, 那就要看製作組的憐憫了。 接下來就是DLC的劇情了, 戰後我們受到了天使的讚美並離開了死地, 而大天使泰瑞爾放棄了正義的名號敢為智慧, 以人類之軀重登天堂。 他認為在接下來的秩序重建裏, 智慧要比正義更加重要, 已經惡魔沒了, 你要正義誰? 是正義你的同胞天使, 還是要正義你的幫手人類? 而原本的智慧天使馬薩伊爾在世界之時被偷走後就性情大變, 並逐漸消聲匿跡, 也就是說, 此時的智慧天使早已消失了幾千年了, 所以這才是泰瑞爾有資格繼承智慧的原因。 但沒了惡魔並不代表沒了邪惡。 泰瑞爾重建了赫拉基姆, 並在封印黑暗靈魂時之時, 曾經的智慧天使馬薩伊爾成為了死亡天使, 開始討伐人類。 在馬薩伊爾的理解裏, 這個世界不需要具備了惡魔血脈的人類存在, 它們是不安定的因素, 只有徹底消滅了人類, 這個世界由和諧的天使組成才能夠保證世界的穩定。 我只能呸。 總之高傲的智慧天使變成了邪惡墮落的死亡天使, 期待有一天能夠進化所有的邪惡。 天使在討論如何處理黑暗靈魂時的時候, 決定以泰瑞爾的方法為準。 當初說破壞靈魂時就能夠消滅掉惡魔的原因, 既然是在艾德利亞的嘴裏說出來的, 就已經不可信了。 那麽為了保險期間, 就不要破壞靈魂時只把其封印起來。 封印的任務由泰瑞爾重組了的新的赫拉吉姆擔任, 所以在CG裏我們看到了是由人類來進行移送靈魂時的, 也便是在封印剛剛結束消失已久的智慧天使馬薩伊爾悄然出現, 化為了死亡天使的他, 具備了吸收所有靈魂的能力, 剛剛組繭的赫拉吉姆就已經傷亡過半。 我們能夠理解, 畢竟泰瑞爾補了馬薩伊爾的坑, 人家只能改個名字了。 泰瑞爾用神劍擊掌了死亡的信息, 同時讓唯壹逃出去的新赫拉吉姆去尋找我們的主角, 此時特意叫了我們新的稱謂——奈菲天。 堂堂大天使致此人為奈菲天的呼叫器。 戰力不穩定的泰瑞爾輕易被馬薩伊爾擊敗, 但是身為天使的他並沒有被馬薩伊爾收走靈魂, 雖然死亡天使已經墮落, 但是他只針對邪惡而不是濫殺所有的生命。 這裏我們總結一下馬薩伊爾的矛盾, 在許多天使的眼中,此生最大的目標就是擊敗惡魔, 結束永恆之戰。 但如何定義永恆之戰的結束, 成為了馬薩伊爾與許多天使的分歧。 大部分天使認為消滅掉了惡魔, 就算是結束了永恆之戰了。 但馬薩伊爾卻認為只有消滅掉了所有的具備了惡魔血脈的靈魂, 才算結束永恆之戰。 而人類具備了惡魔的血脈, 所以人類必須死亡, 才算戰爭真的結束。 所以在擊殺了馬薩伊爾的路途中, 我們來到了永恆之戰的古戰場, 就是這個目的。 馬薩伊爾直向我們訴說, 戰爭還未有結束。 獵取靈魂石的目的是在於, 馬薩伊爾可以通過靈魂石把其當作增幅器與容器, 有效地吸收周遭人類的生病。 當然在DLC裏, 我們也見到了讓自己的女兒作為魂妻的愛德莉亞。 她已經放棄了自己身為人類的身份,化為了惡魔。 最後的結局, 自然是我們直滅馬薩伊爾, 她已經佈置好了靈魂石的法陣, 如果我們無法擊敗她, 靈魂石就會把整個庇護之際的人類的靈魂, 都吸收到靈魂石裡進行封印。 當然作為奈飛天的我們不可能讓這個陰謀得逞, 無法擊敗我們的馬薩伊爾動了歪腦筋, 把靈魂石打破, 然後吸收靈魂石的碎片與能量, 進入到自己的身體力以增強自己的力量。 但即便如此,她也無法阻擋自己壁板的道路, 畢竟奈飛天已經是站立的天花板了。 等再次擊敗了體內混有靈魂石的馬薩伊爾後, 她選擇了墮路深淵, 不允許我們得到靈魂石與她的去竅。 泰略爾只能無奈地告訴我們, 打碎了靈魂石, 大魔王迪亞波羅的靈魂也會再次現身世間, 或許馬薩伊爾的肉體會再次成為大魔神的容器。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迪亞波羅也算是融合了天使的肉體與惡魔靈魂的新究極大魔神了。 但此時泰略爾擔心的不僅僅是迪亞波羅, 還有我們這個實力深不可測的奈飛天。 我知道她心裏想啥, 壞了。 她瞄了我們天使城墜落的了, 這還玩個毛啊, 第四部還有我的戲份嗎? 於是我們看到了第四部的主角之壹, 就是女惡魔莉莉絲的出場, 她的回歸或許造成了新的意想不到的劇情的出現。 期待期待啊。 好,經過了壹個月, 我們終於梳理完整個暗黑系列的劇情了,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等到暗黑寺出來, 再繼續說暗黑的故事了。 我是狗哥, 我們下壹期再見, 拜拜了。